小镇建在桥上,悬浮半空之中。 你没有听错,重庆一座神奇小镇竟然建在了一座400米的大桥上。 打开窗子,眼皮底下便是百米高空,桥下有着奔腾的河流,让人直呼神奇。 它就是位于重庆培林的红酒小镇。 400多米长的高架桥上,房屋一字排开,一半是白墙青马的中式建筑, 另一半是色彩艳丽的欧式建筑,中西风格相结合,和谐新颖又浪漫。 远看犹如童话世界的梦幻城堡,如果不是有居民进进出出,竟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。 值得一提的是,建筑都紧贴于桥梁两侧,伸出头就能看到江中美景, 放根鱼竿,还可以直接在阳台上钓鱼,堪称钓友天堂。 虽然桥面上不允许车辆通行,但行人通过的空间绰绰有余,完全不会拥挤。 如此别具一格的景象实在难得一见。 而自从这座小镇落户桥上以来都十分安全, 走在桥上和走在平路上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 更让这一小镇充满新奇色彩。 如今,红酒小镇凭借着它独有的魅力,吸引了无数人前来观赏打卡, 成为中国右仪壮美新奇观。 关注我,但您足不出户看中国风光。